不用 那这个时候人进入到这样一个系统里面来的时候 就开始被分化 你都符合了就给你盖一个笑脸 good subject 好的主体 下面一集可能是 ordinary 再下面一集可能是bad subject 最下面那一集 记得Foucault那本书里面就有讲到说 那个小学生不知道要不要挂狗牌 如果成检什么各方面检查都 成绩都很差 最后面那集叫做 shameful subject 说你这个人应该要感到可耻 那这些都是Foucault所讲的 说这个管教权或者是训誉权的一种运作的一些方式 底下还有这几点可以在细部的 再做进一步的这种讨论 那当然首先必须要注意到是说 什么样的机构会运用或者去实行这种训誉权 它可以基本上 大致上我们理解Foucault的这种权利的理论 就是往比较细微的比较散步的这种方式去理解 也就是说它不会集中在哪一个 像是刚刚所讲的那个监狱这种地方 也就是说今天需要去训练人的这种行为的 不只是监狱而已 到处都有包括说像 当然监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另外像是军队 像是学校医院 不过也谈了很多中医院里面的一些生命政治的一些问题 疗养院等等 这些灵灵种种这些机构都是以训练或者是矫正人的这种行为 然后要制造出一些所谓的符合经济效应 符合道德 隆藏规范的那些所谓的好的有用的主体 或者是有用的这种身体 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就不能拿去 老师在那里逛大街 如果说学院里面对一个学者的这种身体的这种训练 就是最好期待你是整天关在研究室里面 不断制造论文的这种规训的这种方式 那所以就是说这种管理方式 其实就是说把一群人 本来可能就是说 如果你放任他们去过自己的生活 就会变成是一个混乱的一个群体 这个时候就把混乱的群体 就把它纳入到一个体制里面去管理 然后就可以训练不断制造出很多很多的一些有用的一些个体 然后这些有用的个体再慢慢挤而起来 成为一个有用的有效的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体 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个体 它一方面是权力介入的一个对象 但是你被权力介入之后 你就会自我规训嘛 你就会自我训练嘛 你就会有一个好像脑袋里面就装了一个 自动监制化 自动监控的一个器材 就会随时你会看你自己 所以大家都应该可能都听过 那个1984那个老大哥在看你 这个时候老大哥已经跑到你心里面 已经被内化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人是权力的介入者 同时我们也扮演一个自我训练的一个权力的一个执行者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去规训你自己 会去监控你自己 会管理你自己 这样一种权力运作方式当然是非常符合低成本 高效能的一种经济效益 这个时候不需要用那种大规模的这种权力的展示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tower 一个surveillance tower 一个监控的那个塔楼在那边管理 那再加上一些权力的这种运作方式里面 其实有一个就底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权力他可以退到后面去 他可以站在一个监控的一个角度 他不用实时暴露自己 这个时候是谁被暴露出来 是人被暴露出来 人被暴露出来之后 他就好像会觉得说 活在一种监控 活在一种gaze 一种凝视一个状态里面 当然就会自我的非常警惕 集中影是如此 学校也更是如此 学校有太多这种监控的这种方式了 而且什么地方就装个摄影机 什么之类的 或者挂一张什么牌子 什么之类的 我有一阵子觉得上厕所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 厕所里面有很多小雕语 提醒你 连上厕所的时候都必须要注意到 你是不是一个good subject 包括说不要下载 什么网路什么东西 否则要罚多少钱 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变成说 这个时候是主体 好像随时无所不在 都铺在某一种监控当中 那其实就是整个现代文明 整个现代都市的空间的规划跟分布 也其实有类似的这种机制 在那边运作 就是说不同的区块 就有做不同的用途 然后里面就会有不同的居住的这种分子 那伦敦去看也是如此 台北大概都是如此 一些比较重要机构 在哪个地方 然后哪些兵衣馆 或者说什么就放在这个社区 或者这个都市里面的哪一个特定的一个 比较边缘的一个位置等等之类的 那体制内更不用讲机构内部的这种组织区分 也都有层层监控的一些目的 所以底下我们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就是有发给大家的那个另外的一张 里面的一段 就是从Foucault的那个disappoint and punish这里面来的了 就这句话就很简单 所以在这里面就有提到说 所以权力基本上它就会透过这种阶级化的一种监控 在运作的 那这个时候这个权力不再只 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东西 不是像一个财产 可以这样从A军转移到B军 这个时候它已经变得是一种machinery 是一个类似像一个机器的这样一个运作 是网路化的 而不是具体的 哪一个定点上的哪一个什么东西 可以看得到的 可以去掌控 可以搬走的 已经是一个网路化的 无所不在的 非常细微的一种运作 今天就在这边就不要抱怨说 那个学校那个教学凭借的那种制度 那个其实也是在规训教师的一套体制 每个人身上 我们常常开玩笑说 身上老师们都背着一张吉典卡 有点像是买泡沫红茶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就拿了几个点数 SCI几点 THCI几点之类的 那背后当然有一个对应的一些讲诚制度 在这边你就不再多说了 你跟某种这种底下这一点的 这种考核是有关的吧 所以考核的话也当然是一种监控啊 那当然也是说权力在展示你的一种方式嘛 而且它也等于就是要告诉你你是谁 因为经过考核你就会被推档 就会形成跟你这个人有关的一些data就出来了吧 某区几年几月然后发表了什么东西 做了什么事情 就会形成跟个别的这种主体有关的一些knowledge 一些知识 那这些知识累积起来的话 自然而然就会变成 也许你今天没有办法讲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一个档案的 就会形成了这种个人或者是一个社群的某些档案 那些档案其实都等于就是说也是让主体 暴露出来的一种必要的一个机制就对了 那以上所讲的这些东西 大家在我们把它拉回到跟耻辱的关联上 我们会这样讲说耻辱是什么呢 耻辱经常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接受某些规范 然后你必须要让自己被曝露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样一个耻辱的一种感觉 等于就是说这个时候是法律或者是权律 透过各种途径进入到我们主体内部 我们主体的生命的时候留下的那种印记 当你觉得你是受到某一种的制约 某一种的这种监控 而且是无所不在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一种shame的一种感觉 这个其实跟我们人一种很与生俱来的那种 只要你赤身裸露的时候 像刚刚萨德先生举的那个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 跟你赤身裸露 赤身裸露就好像你自己什么东西 重要的一个部分被曝露出来 曝露在别人这种监控眼光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一种齿露 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齿露 是在一个比较政治的一个领域里面 所以这边这个连结很重要 就是说齿露都跟某一种这种曝露有关 跟某一种这种exposure有关 那在这样一种齿露的状态当中 它其实常常也都跟一些纠缠在一起的一些感觉 比如说像是有很多感觉跟齿露会纠缠在一起 包括说像那种 你常常觉得说被监控为什么让你觉得很可耻 像有一个监控就有一个在那里嘲笑你的一个声音在 或者甚至是一种做不好的话 就会觉得是被谴责的一种声音在那边 所以这边就看得到说 齿露会跟很多很多其他一些感受 经常都是会纠缠在一起 那一个小小一个一个小小一个结论就是说 齿露基本上我们今天的讨论这个范围里面 我是把它放到跟生命政治有关的这个场域里面来谈 不过也许需要再做一点点调整或者做一点点补充 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生命政治也许不会只是单纯的由以上所讲的那几个角度去理解 当然生命政治要怎么样在细腻或者是复杂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类似像集中营这种地方 集中营这种地方还需要去管理人的行为吗 还需要去做这种考核吧 应该都不是吧 被送到集中营里面去的时候 就已经等着是被送进焚化炉或是怎么样 所以那种生命政治这种并做模式 可能跟福克尔讲的这一套不太一样 那 好 以下应该也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一些 谈齿露的一些问题吧 好 好